我们下面呢 第二个部分 我们跟各位介绍 这个摩擦力的运用的工具 第一个我们就介绍 Wedge这个楔形块 跟所谓的方轮融杉 我们先谈楔形块 楔形块就有我们看到 右上角那个图 就是一个有斜面的 或有两个斜面这样子 而这个楔形块的目的 通常第一个 就是把一个重的力量身上 你们可以看右上角的图 如果我一个劈力要往右边推 这个重物A呢 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如果我把那个下面 那个楔形块的C呢 往左边抽 往左边移动 这个重量A呢 就会慢慢往下降 事实上这个观念 也就是相等于一个机械元件 我把水平的力量 转成垂直的力 所以你们知道 如果你要把一个很重的东西 你要用撑着把它硬推上 硬举高 那个很累的 同学都有这个 我推一个东西容易 我要举一个东西啊 举重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这是楔形块的作用 事实上 古埃及人的金字塔 就是用这种原理 把那些特大号的石砖啊 一块一块推到金字塔的顶端 就是靠这个的斜坡 还有一种是下面的这个图 这是到现在很有人在用的 我要把一个大 一个树 拒下 已经砍倒了一个大树 我要把 那个整个圆柱 拍成几段 就像你们这样看了 我会先在这个树那边 比如这是一整根树干 我在这边先挖几根槽 然后就划入那个楔形块 那楔形块是两边都斜的 细细 前面很细 很容易插进去 然后拿出去就在上面敲 一直往下敲 因为楔形块 它的截面 这个东西的楔形块的截面形状 就像这样子 所以中间很尖 很容易插进去 肯定越往这边 这个越来越宽 它就会把这个木头给撑开 然后这个敲到一部分以后 这个木头就整个啪叉 变成两块 这个就是楔形块的作用 所以我们讲的是 把一个物体分成两半 或是把一个物体 让它移动上面 或移动下面 那一般来讲 这种P 不一定比这个力量小 这个不见得省力 它是改变工作的方向 这种你敲下去的力量 通常比它对 注重在两边的力量要小 这种是一种省力的 所以不是绝对 这种不一定省力 这种是一个绝对省力 那摩擦力呢 主要是防止它滑出来 你们不要忘了 如果没有摩擦力 如果这个 这个线形块两边很光滑 你一敲 它可能就弹出来了 或者是 如果这个锡跟D之间 没有摩擦力的话 你一段手一松 这个就自己 啪啪啪滑下来 会压死人的 所以摩擦力 是防止它滑动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种结构 算出我的P 看这个多重的时候 这个P是多重 主要要算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线形块 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 大家可以用在一种螺栓上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那就像刚刚那个图 我要分析这个P 怎么做 两种 第一种 我们用传统的 直接画出我的摩擦力 跟我的正向力 记得 已经是impending motion F就等MUS乘以N 我们先来画A的自由体图 如这边 你们所看到的 OK 然后第一点 在这个A的右边 因为我这是往上 所以我有一个N1 在作用力朝左 那的压力 然后摩擦力 MUSN1 朝下 这是A的右边这一面 A的底下呢 会有一个N2朝上 然后你们要注意 如果我这个C 因为P推这个C 是往右 所以相对的来讲 A等于是有点往左 因此作用在A底部的摩擦力 是朝右 这个你们不要画错 你们不要说A A左右没有移动 可是因为它下面那个C 是往右 所以它等于就是摩擦 给一个力量 推着A 推这个A 所以相对来讲 C是往右 A相对来讲 就有点往左的味道 所以作用在A的摩擦力 这个MUSN2 是往右 然后我们从这边 我们可以得到 两个方程式 第一个 Summation Fx 等于0 等于是负的N1 负的N1 加上MUSN2 等于0 垂直方向呢 垂直方向 就是MUSN1 MUSN1 加上N2 等于0 像这两个式子 说是减掉W 这个是从自由体图A 我可以得两个方程式 但这里面我有 我的位置数就是N1跟N2 所以我从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解除N1跟N2 接着我们再考虑 我那个自由体图C 就下面那个楔形块 最下面那个图所示 首先注意到 在C跟A的接触点 它的作用力是 大了相等方向相反 所以在A那边 底部是我是N2朝上 在C那边 就N2朝下 然后我的MUSN1 在A那边 MUSN2是朝右 所以在这边 MUSN2就是朝左 然后下面呢 这个6度的这个斜面之间 因为C是往右的 所以斜面这边 我有一个N熟利 然后斜面 因为C是往右走 所以我的MUSN熟利 是往左下方 就像你们现在看了的图 然后接着还是一样 水平方向的合力 等于0 所以先看上面的话 是负的MUSN2 乘上N2 然后加上下面的负的MUSN2 乘上N熟利 然后呢 要乘上我的Cos6度 然后加上P 等于0 垂直方向呢 就是负的N2 再加上负的MUSN2 乘上N熟利 我最下面斜面的摩擦力 然后乘上San6度 那是垂直方向分量 再加上N熟利 乘上Cos6度 等于0 这样子 我们有四个方程式 可以解四个位置数 P N1 N2 N熟利 前两个就可以解除N1 N2 后面两个就可以解除P跟N熟利 我们主要解的就是P 但是这种做法 就像我们讲的 第一组 A的两个方程式很好写 C的那两个方程式 尤其它在那个斜面 你就要搞清楚 我比如说以N熟利来讲 你就要知道 我的水平方向的分量 是N熟利 本身来讲 是N熟利乘上San6度 垂直方向是N熟利乘Cos6度 就在斜面的摩擦力跟水平 那个正向力 你要乘Cos还乘Cos 要想清楚 否则这个就很容易写错 这是用这种 来做他的一个 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然后 这个因为都是面跟面接触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不能取例举 不像刚刚的那个例子 然后我这边有特别 你们课本上又喜欢干这个事 我一直强调 比如说 你望上是N2 这边就N2就嘲笑 不要再加一个负号 加负号容易把那个搞混 不要在图上随便加负号 这就是切形块 基本上就四个方简 四个位置数 那我们下面呢 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跟刚刚讲的很像 那你们课本上第五个例子 可是这个例子呢 我们还是用R跟Fight的观念来做 因为比较不容易搞混 它现在也是一样 有一个重物 重量是2000牛顿 重物B 然后我们就用下面的那个 切形块A 角度是8度 然后如果这个P往左 就是A往左 这个B就会朝上 A往右 B就会朝下 我们知道摩擦系数 所有的界面 接触面 摩擦系数都是在 都是等于0.35 我们问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我要使它刚好可以朝上 我P要多少 如果我想要把这个B往下拉 那我P要多少 也就是第一个问题问的时候 P是朝左 第二个问题问的时候 P的方向就是朝右 这是你们自己要不要弄错的 然后两个问题 F都是等于0.35N 也就是都是在impedient 然后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这个B是往上的时候 大家看好 这个B跟物体就有两个接触面 如果B是往上就P往左推 这个B是跟左边的面接触 右边就会空 如果你是要让那个B下降 P就是往右拉 如果P往右拉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B的接触面 就是跟右边的墙壁会接触 跟左边就是空的 所以这个B一次只会接触一边的墙壁 不会接触两边的墙壁 这里要注意 那我们现在看 第一点 细数是0.35 所以我们取Arctangent 我得到我的近摩擦角 FightS 就是应该是19.29度 这边我们就四舍五路 变成19.3度 然后第一个 假设这个物体是要朝上 我们就考虑这个物体B的自由体图 像右边的图我们一个个给各位看 第一点就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物体是往上 所以B只会跟左边的墙壁接触 因此 我们只有这边 然后因为B是往上 所以我讲的R就是在法线 往上偏 因此就画出你们现在看到这个R跟法线 之间的夹角就19.3度 这是垂直的荣誉 右边呢 右边就是跟C接触那个平面 画了图的时候 我们把顺序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对照 这支斜面 你们要做的是 第一个先画法线 法线先 这支斜面 第一个先把法线画出来 你们可以记一下顺序 先把法线画出来 第二点 画出法线跟垂直线之间的夹角 是8度 OK 第三个你要判断 R是望左还望右 这边来讲 C是望左边移动 所以 不是 抱歉 对不起 昏头了 A是望左边移动 所以相对的来讲 B就有点相对的望右移动 所以我们的R 应该是在N的右边 因此你们仔细看 大家注意 这是N 这个是我们的8度 我R呢 是在这个N的右边 然后偏19.3度 这就得到你们先看到的这个图 所以我现在知道R水平方向的分量 就是R乘上 赛影的8度 加19.3度 等于27.3度 垂直方向的分量 就是R乘上 cos的27.3度 然后从右边这个图 你把右边的图画出来了 依照我刚刚的顺序 把R法线跟垂直线都画出来 我很容易 就可以从我的平衡方程式 水平的方向 水平方向 就像我们下面讲的 就是等于是 负的R1 乘上赛影的 19.3度 加8 等于是27.3度 然后呢 加上 左边这个R2 加上R2 乘上 cos的19.3度 垂直方向的 合力等于0 就是等于R1 等于R1 乘上 cos的27.3度 减掉R2 左边的 R2乘上赛影的 19.3度 再减掉2000 等于0 所以这我们就得到了 两个方程式 而这两个方程式 其实我就可以把 R1 R2 解出来了 我们只没有先解而已 接着 我们就考虑 A 刚刚画的是B 我们现在考虑 A的自由体图 首先 A的自由体图 你就看到在 那个A的上面的面 也就是在斜面上 原来 这我们讲 一定大象 原来 就是R 原来R1 是跟这个 是往右边 然后跟垂直线的夹角 是27.3度 那作用在那个 下面的A 下面的A那边 就一定是反过来的方向 这边 然后跟垂直的 扎 29.3度 如你们现在 这边看到的图所示 这个方向 跟上面的方向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跟它29.3度 然后下面的底部 因为是平面 就比较简单 因为A是往左边走 所以R熟利 一定是偏左 跟垂直的夹角 就19.3度 然后还有一个P 是朝左边 因此水平方向的合力 是等于R1 乘上散影的27.3度 加上R2 因为都是朝右 加上R2 散影的19.3度 减P等于0 然后垂直方向 就是负的R1 cos27.3度 加上R2 cos影的19.3度 等于0 四个方程式 事实上 我讲的 从1跟2 可以解出R1跟R2 然后再从3跟4 就可以解出来 R熟利跟P 最后我们得到的P 你们看 是2126噸 就说 这不见得省力 我用2126噸的力量 来升高 2000牛顿 OK 它只是改变运动的方向 但是 用这个方程式 你图画出来 这个方程的写法 我们再强调一次 会比前面的这个 写这个方程式 感觉之中 比较容易看 所以鼓励各位练习 画这个R 跟Fight 之间的关系 好 第二个部分 假设 我要把物体往下降 所以你们看右边的图 P 就是往右 然后我的B 就是跟右边面接触 跟右边的面接触的时候 还是一样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这个B是往下 所以我的箭头就往下面偏 因此箭头 这个R2 跟水平的夹角 还是19.3 然后这边的这个斜面 还是一样 你们这次要注意到了 这是斜面 然后这是我的发现 这个垂直 这个是8度 只是这个时候 因为我B是往下 所以表示A是往右 B是有点点偏左 因此我的R应该在 这个发现的左边 那发现跟垂直的 轴的夹角是8度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发现竟然跟这个 发现跟R的夹角是19.3度 所以我们知道R在最外面 像你们这图所看的 R在最外面 垂直线是中间 发现在最右边 因此这个时候 R跟垂直线的夹角 就是19.3度 减掉8度 变成11.3度 因此从这边来讲 那我们就不在这边细讲了 那因此从这个图 我可以得到这两个 本身呢 得到这两个方程式 水平方向还是一样 首先就是R1 乘上赛影的11.3度 记得 就是19.3度 减掉8 因为R在最外面 跟垂直线的夹角 只剩11.3度 R乘上赛影的11.3度 然后减掉R2 R2的赛影的19.3度 是等于0 然后垂直方向 就是R1乘上赛影的11.3度 加上R2乘上赛影的19.3度 减掉2000 等于0 两个方程式 然后接着我们还是一样 看A 看A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边竟然是从左下方到右上方 那下面的这个的图呢 就从右下方到左下方 中的夹角还是11度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 A 记得P是往右 A本身呢 也是往右走 所以下面的R属力 是偏右 那从这一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的合力 也就是负的R1 负的R1 乘上赛影的11.3度 减掉R属力 也是负的 R属力的赛影19.3度 加上P等于0 垂直方向就是负的R1 乘上口赛影的11.3度 加上R属力 乘上口赛影的19.3度 等于0 最后减出来P 等于1028牛顿 所以我要让它下降 因为下降是比较容易 因为重力会有帮助 下降比较容易 这个重力会有帮助 这个就是蟹形块 基本的 注意 这一张就是 如果是碰到蟹形块 方程式 只要你把R跟Fight的关系 就是R在斜面上面 R的方向 跟法线 还有跟垂直线的关系 画清楚 列方程式很容易 那现在只看减方程式 要多怎么注意了 那有关这个蟹形块的运用 我们就是用在一个 所谓的方螺纹螺酸 这个方螺纹 方的螺纹螺酸 指的是它螺纹那边的截面 都是方形的 它可以传送比较大的力量 这种方螺纹螺酸 用在什么地方 一揉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千金顶 你们就看我们一个P 绕着一个左转洞 我就可以把这个转上去 这个时候P的力量 是远小于W 这是一个省力机构 还有一种常见的样子 我们先给各位看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工厂常用的 西形夹 那个也是一种方螺纹螺酸 可以把物体夹住 OK可以把物体夹住 这种是卸型块本身的一种运用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上个礼拜 跟各位介绍了那个Wage 卸型块 它的功用 我就讲了 它主要的目的是可以用来 使物体上升 垂直上升下降 利用那个斜面 或者是把物体劈开 那卸型块 在机械原件上的一个应用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 所谓的一种方螺纹螺酸 方螺纹螺酸的形式 就像你们右下角这个图 所看到的 所谓叫它就是一个螺酸的形式 这一根螺杆就是方螺纹螺酸 我们叫方螺纹是它的截面 都是一个方形 OK 截面是一个方形 所以我们叫方螺纹螺酸 那这种方螺纹螺酸呢 通常是用在 下面所看的 这个千金顶 或是 这个图 所看到的这种细形夹 这一类的 都是所谓的 应用方螺纹螺酸 所产生的机械元件 而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各位 它的运作原理呢 事实上就是利用 卸形块的原理 OK 向右下角所看到的 这个千金顶很明显 我们如果在这边 有一个力量P 我那个P会推动 给它一个外力P 就会推动这个杆子 然后推动这个杆子 就会使这个螺酸 沿着那个螺旋面 它就会往上走 就可以把这个重物W 可以顶高 这种就是一个千金顶 这是一个典型的审利机构 基本上 我这个P的力量 远小于那个W 它这个审利 那很明显你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那个利弊越长 我会越省利 但是一般来讲 这种千金比那个利弊 这个A 这个长度 各位同学要注意 也不能够太长 为什么 感知太长的话 它很容易弯会断掉 OK 弯会断掉 所以那个感知 也不能够太长 但是A越长 会越省利 这个P 基本上一定是 远小于我们这个的W 这是千金顶 利用所谓的方螺纹螺栓 所产生的 那我们先给各位一些名词的介绍 各位看右下角这个图 第一个名词 我们叫细打 OK 这个细打指的就是这个方螺螺栓 那个圆的斜面那个角度 像图这边所显示的 这个细打 有人叫做拮据角 也有人叫做螺旋角 也有人叫做lead angle lead angle就是叫倒角 倒是殉倒处的倒角 lead OK pitch是截距 截是上刻 一截两刻两截刻的截 距是距离的距 所以这个细打 有人叫螺旋角 有人叫截距角 也有人叫做倒角 它指的都是同一件 指的就是这个鞋 这个螺纹的螺栓 它的斜的角度 就是螺纹的斜面 跟这个水平轴之间的夹角 我们把它叫做细打 那第二个名词 我们叫p 就叫做截距 所谓的截距 就是这个方案螺栓上面 任何两个螺纹 相对应两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叫做截距 你们看这个商量有很多个螺纹 相邻的两个螺纹之间 相对应的两点 之间的那个距离 p 我们就叫做截距 第三个名词 我们lead 叫做导程 程度的程式上指的是一个距离 所谓的lead指的就是 我这个方螺螺栓 我转了360度 转一圈以后 它会沿着轴向 也就是这个的垂直 这是我的螺栓 我转了一圈以后 它沿着轴向的上升距离 也就是等于w上升的距离 你们知道反正 我把这个p 以这个图上来讲 我如果是把它往前推 这w就会上升 我往后拉 它就会下降 导程就是不管上升下降 就是这个方螺纹螺栓 转了360度以后 人的轴向移动的距离 我们叫做lead 那一般来讲 它有三类 有的时候转一圈 它刚好移动一个拮据 有的时候转动一圈 会移动两个拮据 有的时候转动一圈 会移动三个拮据 如果l等于拮据的一倍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单螺纹螺栓 如果移动两个拮据 我们就叫双螺纹螺栓 移动三个拮据 我们就叫做三螺纹螺栓 OK 就有上升的距离 那这种方螺纹螺栓 所产生的这种千金底 它的功用 它的功用原理 事实上 先记得这个螺栓本身 这个螺栓本身的半径 我们叫小R 那是指的螺栓的最外面 那个半径 它的原理呢 我们可以就把它当作 是有一个物体 像右上角这个图 有一个物体在斜面上移动 那是怎么说呢 我们把这个方螺螺栓的 周围的这个base 就是我们看这个螺纹转移圈的范围的 周围这个基底啊 我想象中 你们想象中把它拉开来 因为它是一个斜面 所以拉开来就成了 右上角你们所看到的三角形 如果我这样子 把一圈给拉出来 那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底边 就是二拍乘以R 也就是我那个螺纹 跟那个base接触的那个面 我把那个面给拉开来 长度就是二拍R 我的高度呢 就是等于L 因为我拉开来 就等于我转一圈 会移动的距离 所以高度就是等于L L就是看 如果是单螺纹螺栓 就等于一倍的P 双螺纹螺栓 等于两倍的P 那那个夹角呢 就是细打 然后我们的W 就方等于你们看到的这个 是一个重物 就是一个重物 那现在刚好就这个位置 如果现在的细打 依照我们前面摩擦理论讲的 假定这个细打小于我的FatS 小于我的近摩擦角 这个重物就会在这个上面 刚好不上也不下 没有外力它不会动 也就是这个就是 那因此整个这个方螺螺栓运奏 就相等于有一个W 在这个斜面上移动 相等于W 在这个斜面上移动 我们就把它模拟成 这个样子的形式 记住细打就是螺旋角 通常那个题 那个细打是螺旋角 然后两个边垂直边 就是2πr跟L 如果你知道L跟2πr 细打就是Arctangion L除以2πr 细打我就会知道 然后一般来讲 这个螺芽 螺纹跟这个Base接触面 它的近摩擦系数 跟动摩擦系数 μS跟μK 我们都会知道 也就是代表 在这个斜面上的FatS跟FatK 我会知道 就是Arctangion的μS跟μK 那我们先就看 假设 细打 真正是小于FatS 这个时候 这个重物不上 就不会移动 不会移动就代表是说 像右下角看到这个千金顶 我没有给它外立 它就不会上 也不会下 它就说它的摩擦力 大到不会使这个物体自己 你知道 如果摩擦系数太小 像右下图的这个千金顶 你一个重量一放上去 它可能会自己倒转 那就是摩擦系数太小 使得重量就把这个 让它自己回转了 那如果我们的细打 基本上 也就是讲的 如果细打是大于了FatS 这个重量就会自己滑下来 那个就很危险了 这种千金顶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一般的细打 都会小于我的FatS 使得物体摆上去的时候 没有外立 它不会上也不会下 这种情形 我们叫做Safe Locking 自锁 也就是我千金顶摆在一个高度 我一个物体放在上面 像一辆车子 放在那边 可是这个车子重量 不会让这个千金顶 压着自己倒转 我们叫Safe Locking 它的条件就是细打 一定要小于FatS 要小于Fat 条件就是细打 要小于FatS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要把这个中物往上顶 就相等于 你们看下面的图 就相等于我要给一个水平力的Q 推这个W 往上移动 而这个Q 事实上 就代表了 现在看到右边这个图 因为P 我给它一个外力P P跟A 会产生一个流利距 而这个Q呢 就是这个螺纹 跟这个底面接触 因为这个P 所产生的外力Q 所以 如果我现在给它一个P 大到使物体上升的时候 我P 我P乘以A 所产生的流利距 就等于这个力量 P所产生的流利距 这个Q 也就等于 我一定要给它一个够大的P 才能够把这个千金顶往上推 把物体往上推 如果我刚好可以让它往上推 就是impendium motion的那一刹那 OK impendium motion的那一刹那 这样往上推 那那个Q的力就刚好那么大 那它跟P的关系就是 这个是要记住 就P乘以A 就是P P所产生的流利距 等于我物体转动是那个Q 所产生的流利距 所产生的流利距 OK 这个流利距 永远是在 这个Q啊 Q这个力的方向 注意 针对这个罗牙的圆周 每一个面 它整个圆圈周围都有这个Q Q的方向就是在这个 罗牙圆周的切线方向 所以Q乘上R 会有一个 绕着这个轴的一个流利距 刚好跟P和A 所产生的流利距 是平衡的 P和A所产生的流利距 是平衡的 所以我们这边说 Q乘上R 等于P乘以A 如果我知道要多大的Q 假论我知道 我就可以算出我的 多大W 就要有多大Q 会使这物体上移 即将要上移 然后算出来的这个Q 乘以R 就是我外面要产生的流利距 那再除以A 就等于我外面要给的力量 所以这个式子很重要 知道Q 就是我要多少的力量 使这个物体上移 我就可以倒算出来 我要再把手施多大的力量 让它上移 反过来讲 如果我知道P 我也可以算出Q 我就可以决定这个Q 可不可以使物体上移 所以这是我的Q Q就等于直接作用在重力上的力量 跟把手上力量P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看 那我们现在看三种情形 第一种 假设细打是小于φ 就是这个时候物体是自己锁住 然后我现在要有一个Q的力量 把物体往上升 也就是我要使物体往上升 那就这样图 我们这有一个Q 然后有一个重量W 那看右边这个图 首先我们看 这个法线 跟垂直线的夹角 就是细打 然后一顶物体往上移动 依照我们讲的 我的那个合力 就是我的正向力 跟摩擦力的合力 R 是偏右 然后因为是impedive motion 所以R 跟法线之间的夹角 是phat S 因此最后像这个图所示的 R 跟垂直线之间的夹角 是phat S 因为物体妄忧移动 垂直线朝左 所以R是偏右 那最后只有三个力量 W 就是重量 Q 跟我们的R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图 W加上Q 等于R 那这个时候R 跟垂直线之间 如右边图所示 是细打 加上phat S 因为法线 跟垂直线的夹角 是细打 R跟法线的夹角 是phat S 在法线的右边 所以最后 R跟垂直线夹角 是细打加phat S 那从这根图 我们就得到上面的公式 Q就等于W乘上 Tangent细打加phat S 所以 如果我知道 这个方螺螺螺螺螺螺 它的摩擦系数 没有S 我就可以得到phat S 我知道方螺螺螺螺螺螺的半径 R 也知道 它的p取 以及这是导层 L是多少 我就可以算出细打 细打跟phat S 知道都知道以后 我就晓得 假定我这个千锦顶的重量是多少 就可以从这个公式算出要多少Q 知道要多少Q以后 就可以从这个公式算出我要多少P 就是我要吃多大的力量 使这个物体可以上升 所以这是第一个各位要记得 Q等于W乘上TenginC打加FatS 就是使千锦顶要上升 第二个如果我现在顶了一个重物 我要使它下降叫倒转 如果要下降的话 图就如下面右下角这个图所示 我是要给一个往左的这个Q的力 Q的力量就朝左 然后这个W就是往下 这个W往下的时候你们注意 细打还是小于FatS 首先依照下面的这个图 右下角的这个图 你们各位看 我的法线跟垂直线的夹角是细打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W是往下 所以我的R是偏左边 因此R跟法线的夹角是FatS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我的垂直线 是在我的R跟我的法线之间 因此我R跟法线之间的夹角 不是跟垂直线的夹角 是变成FatS减细打 注意因为我的垂直线 是在R跟法线之间 那我们要找的都是法线跟垂直线的方向 就是FatS减细打 所以从这边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Q等于W乘上Tng FatS减细打 也就是说 如果我知道细打跟FatS 我要看我要用多少的力量 可以反过来使这个重物下降 我就是从这个公式先算出Q 然后还是一样 从前面的Q 从Q再从这个公式 我可以算出P 我就知道我要用多少的力量 使物体下降 这两个各位是要记得 但是不难记 一个是Q等于W乘上Tng 细打加FatS 一个是Q等于W乘上Tng FatS减细打 这两种情形之下 都是我的FatS比细打大 它是自说 所有要有外力才会使它上升 或下降 第三种情形 如果我的细打角度太大 我的细打角度大于FatS 那就是像这个图所示 细打如果大于FatS 代表你这个W一放去 它会自然的就滑下来 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Q 水平Q的力量 让它不会滑下来 阻挡它 因为它就不是自说 阻挡它不会滑下来 那这种情形之下 你们再看 下面的这边的图 还是一样 法线跟垂直能夹角是细打 可因为这是要往 打算往左边滑 所以R应该在法线的左边 OK R是在法线的左边 可是因为R跟法线之内夹角FatS 是比 也就等于说 R也好 垂直线也好 都在法线的左边 但是因为R跟法线所夹的角FatS 比较小 所以这时候这个图就变成R 是在我的垂直线跟法线的中间 R在垂直线跟法线的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R跟垂直线的夹角 就变成了细打减FatS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图 那这个时候呢 Q就等于W乘上Tangent的细打减掉FatS 注意 这边的公式是细打减FatS 前面的这个公式是FatS减细打 但是这个不难判断都是大的减小的 都是大的角度减小的角度 而这边的这个公式指的就是说 因为细打角度太大 所以你有重物摆上去 它会自己滑下来 因为它会自己滑下来 说明要有力量抵住它 所以这边的Q 是我要防止它自动倒转所产生的力量 我再强调 这边三个Q 第一个Q W乘上Tangent的两个角度相加 是细打比较小 FatS比较大 我要用一个力量转 使这个物体上升所需要的力 下面的公式是我要转倒转 使物体下降所需的力 第三个公式是 如果这个物体不会自锁 因为细打太大 所以我要施予一个力量 使这个物体重量摆上去 它不会自己滑下来 我要给它顶住 否则如果说你是修车的话 自己滑下来就吓死人了 会压死人的 这个就是方罗温罗酸 三个的基本公式 这各位要记一下 可是不难记 OK 好 下面 这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Impending 不是往下 就是挤压往下 用的是MUOS 如果你给它一个物体 这个Q是你刚好要推动 你已经推动以后 力量就可以小一点 可以一直往上走 这时候MUOS就要换成MUK 因为它已经在移动 所以方罗温罗酸 是利用一个切形块 也就物体在一个鞋面上移动的这种观念 可以把用一个很小的力量 推动一个很重的力量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是你们课本上 第八章的第七个力题 就像右下角所显示的 这是一个C型夹 把两个木块夹在一起 题目告诉我们 它用的方纹罗酸 拮据是两个mm 然后这个方纹罗酸的直径R 等于10个mm 然后摩擦系数 近摩擦系数是0.3 然后我现在外力呢 给它一个扭力距 40流顿公尺 这个40流顿公尺 就是P乘以A 就是P乘以A 等于40流顿公尺 那它要问的是 我是要把它锁紧 我给它40流顿公尺的扭力距 可以使这个物体 就可以施打多大的力量 来夹这两这个物体的 因为它一边固定嘛 然后一边给它夹 那个力量就相等于 我们刚刚前面公尺里面的W 也就是说这题是知道P乘以A 第一个小题问的就是 P乘以A等于40流顿公尺 那W等于几 所以很简单 我从P乘以A 我就可以算出Q 知道Q 我可以倒算出W 第二个小题问的是 如果我要把这个假简历 松开的时候 我要多少流率距 就是反过来 我一记第一题 所算出来的W 我现在要把它往下 松开就相等于是往下 所以我从W 可以算出往下的时候 所需要的Q 再从Q 可以算出所需要的P乘以A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我们看 首先我们先算细打 细打就我们刚刚讲的 等于Arctangent 我的导乘L 除以2πR 这个是它有讲 是双螺纹螺酸 所以我的L 等于两倍的P 也就是2乘2 那我的底边呢 就是2乘以π乘以5 因为直径是10mm 半径就是5 所以我的细打是Arctangent 2乘2除上2π乘以5 最后算出来结果是7.3度 那我的FightS 因为你知道解这种题目 就是要知道细打跟FightS FightS就是Arctangent的0.3 算出来是16.7度 细打跟FightS我知道 我们现在做第一题 就是我要把它夹紧 夹紧就是假设 我的impedium motion 是要朝上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如果是要朝上的时候 图就如左边这边所显示 因为是要假装朝上 所以我的法线 跟垂直轴的角度是细打 R是在法线的右边 跟法线的角度是FightS 因此像右边这个图 R跟垂直线的夹角 就是细打加FightS 细打加FightS 好这个我们知道了 那第一个 我P乘以A 我知道是等于46吨公尺 那P乘以A等于Q乘以R R是5mm 就是等于5乘10的 负三次方公尺 所以我马上算出来 给了这样子的40流顿公尺 所产生的Q是8000流顿 那接着我们知道 Q等于W乘上 Tengin细打加FightS 那我知道Q是等于8000 所以W就等于8000 除以Tengin细打加FightS 细打7.3 FightS16.7 所以最后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17.97千流顿 你们仔细看 我们刚刚说 我的扭力距是40流顿公尺 本来给的是40流顿公尺 如果我的A是一公尺 表示我原来给的力量 我原来给的力量只有8流顿 如果我的那个感壁是一公尺 那表示 我们说半公尺好了 假定感壁是半公尺 那表示我原来给的力量是80流顿 我可以用80流顿 我可以用80流顿举起 17.97千流顿的力 80流顿可以举起17.97千流顿的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你在车修车长会看到的 我用一个简单的千斤顶 我就可以把一辆汽车给顶起来 一个人就可以把汽车给顶起来 你们看是80比上 这个17.97 事实上就是17万 17.87 80流顿比17千流顿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相当省力的工具 好 我现在就知道 我只要给它46流顿 我就可以施展这么大的力量 来夹这两块木头 所以可以把它夹得紧紧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反过来 我要松开 就是假设呢 这个物体要朝下 所以像刚刚这个图所讲的 我的法线跟垂直线的夹角是细打 可是R在法线的左边 跟垂直线的夹角是FightS 所以垂直线是在R跟法线之间 所以R跟法线之间夹角是 Tangent的FightS减细打 我知道了W了 我就可以先算出Q 所以Q等于W乘上Tangent Fight那个细打减FightS 把刚刚W17.97带进去 我就可以算出我的Q 知道Q以后 我要算出对应的流利局是多少 我就乘上我的R 也就是5乘10的负三次方 最后算出的结果是 14.87流顿公尺 也就是说我要用40流顿公尺的流利局 可以把这个夹得紧紧的 然后我要松开只要14.87流顿公尺的流利局 如果那个A是0.5公尺的话 我就只是要大概20 14.87的两倍 不到30流顿的力量 很小力量就可以把它松开 这是你们在工厂就知道 那个C型夹要夹紧要一点力 松开也挺成 随便转转就松了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线形块 所产生一种机械元件 叫做方螺纹螺酸 它最主要适用的就是像这样子的C型夹 或是我们的前景顶 OK 这结束了我们这个的第二章第二节